我相信我们通过新闻 通过电视 我们都听到很多人 对于这2023年的预测 尤其是那些经济学家 他们都说 2023年是不容易过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原因 其中几个原因就是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 还是在蔓延 中国和台湾的紧张局势 北韩一直不断地在发火箭 天灾人祸气候的变化 物质的高涨 我们刚刚今天开始 GSC从7%提到8% 所以我们身为神的指名 我们应该如何地 来迈入这新的一年 那教会给我们的鼓励和劝勉 是什么呢 我们以感恩的心 迈入这新的一年 你告诉你旁边的人说 我要以感恩的心 进入新的一年 阿们 今天我们这样思考 为何要以感恩 进入新的一年 而分享将会涵盖以下 我们会发觉到 是律法的规定 当我讲到律法的话 是圣经的旧约里面的记载 还有我们人际交往的常规 那第三就是 人与神关系的一部分 第四呢 就是我们要比较一下 感恩和抱怨 让我们再次的闭眼低头 我们要做一个祷告 我的主 我的神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创造了我们 又卷选了我们 感谢你用 常或高盛的爱 爱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 感谢你将真理的大光 照进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知道 怎么样的行 才能讨你的喜悦 当怎么样行 才能遵循你的旨意 将感恩献上 当作生相的祭 当怎么样行 才能让你的祝福管道顺流 我的主 我的神 你是信实的 你是慈爱的 你应许不会丢弃 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 你已经将你那永远的基业 赐给我们 我们就当用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你 将一些的颂赞感恩 尊贵献给你 哈利路亚 赞美我的主 我的神 随听孩子这样 卑微的祷告 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祈求 大家说 阿们 好 当我们还没有去 看到四点之前 我们要首先明白一下 感谢 感激 和感恩的定义 感谢就是我们得到别人的帮助 得到别人的好处的时候 对他们表示 感谢的意思 感激是我们深深的感谢别人的帮助 这种感激里面 还有感谢又有感动 这种感激是由心而动的 真心实意的感谢 论到感恩呢 感恩是在我们对别人帮助的感激的同时 对他人帮助具有 违报的态度 就是我们常常说 知恩图报 感恩带德 所以今天的分享 当我们讲到感恩的时候 都未有涵盖这三方面 就是哪一方面呢 就是感谢 感激 和感恩 大家说 感谢 告诉你 我谢谢你 还有感激 还有感恩 感谢主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要点 就是在就业的感谢 你会发现到这是律法的规定 怎么说呢 当我们打献祭的其中 包括了感谢祭 如果你有去读立伟记的时候 都有记载了很多的祭 牺牲祭 攀祭 还有很多 其中的一个献祭就是感恩祭 感谢祭 立伟记的第七章12到13节说 他若为感谢献上 就要用调油的五胶饼和墨油的五胶薄饼 并用九条运细缅做的饼 与感谢祭一同献上 要用焦的饼和为感谢县的平安器 与共物一通的献上 所以很清楚的 这边给我们知道 像所有的祭品一样 感谢祭要在上帝为祂的名所选的 军所献上 如果你有去查业就业的话 你会发觉到 就是提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 这帐幕 然后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 就是有圣殿 那在四十时代 约三百八十年 以及之后的数年里 四罗 四十敬拜的中心 那些有研究旧约的 会比较清楚 多年后 当所罗门在耶路撒冷 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 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了他 耶和华就直接的在 这个圣殿跟所罗门说 怎么说呢 他说 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 对他说 我已听了你的祷告 也选择这地方为祭祀的我的殿余 当然我们今天就是在会堂 在教会 这是神的地方 那在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 我们的殿余 就是所罗门在耶路撒冷所建造的这个圣殿 那耶路撒冷成为了敬拜的中心 除非那个人离那个地方很远 否则就是成为献祭的地方 希望我们一生当中 我们都有机会到以色列 看那个圣经的这些地点 都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我们继续地在看这个历史的时候 我会发觉到 以前神的同在就是在那个月柜那里 最后他就会搬到这个耶路撒冷 一个有名望的国王叫做大卫 派他一个哥斯班的领长 就是亚撒和他的亲戚去感谢耶和华 那亚撒是大卫的主要的音乐家之一 至少有13篇诗篇的标题是亚撒的诗篇 刚才我们的翠平姐妹有说 他引用了好几个 就是诗篇23 诗篇91 诗篇46 诗篇总共是150篇 如果你有看那些 他的哪一篇的时候 他有一个小小的字 他上面有一些 他会说的是亚撒的诗篇 亚撒所写的 亚撒的职责就是在越贵 运到耶路撒冷的时 带领以色列人来感谢上帝 所以你会看到 在以色列的名声当中 这个献祭 这个感谢的记事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 历代记下 第十六章的第七和道 第八节 经节告诉我们 那日大卫初次 借座亚撒和他的弟兄 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求告他的名 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很清楚的 这是神 对他的子民的要求 我们继续地看 在历代记下 十六章的 第七到三十六节 就是整个 这一章 都是记载了感谢的祷告 因此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选两个经节出来 第一个就是在 三十四节 怎么说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一二三 应当称谢耶和华 应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Amen Amen 然后呢 众民都说 Amen 并且呢 不是发愿 不是投诉 是什么呢 赞美耶和华 告诉你旁边的人说 你要赞美耶和华 Amen 那六百年后呢 在尼西米的领导下 在重建耶路撒冷城墙 落城典礼的时候呢 我们也看到 两对伟大的各司官 站在城墙上 什么呢 他们做什么 他们是献上感谢 当然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我们 如果有查考这个历史的话 就发觉到 以色列人 他们不听神的话 他们违背神 他们过后 他们的国家被敌人攻击 这时候 神再一直的兴起 祂的捕仁 尼西米 要重建耶路撒冷 那这边 这个城墙已经建好了 我们来看12章的27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123 耶路撒冷城高城的时候 众民就把各州的立委人 召到耶路撒冷 要什么呢 要称谢歌唱 敲白 即色 弹琴 欢欢喜喜的 行高城之礼 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示 就是当 在神的同在当中 当我们在神的家 我们要什么呢 苦瓜年 有吗 圣经是这样的记载吗 没有 圣经记载说 我们要什么呢 要欢欢喜喜的 来献祭 称颂主 我以前刚刚服饰的时候 我也是说做招待 我第一个服饰也是做招待 我起初的时候 我觉得很尴尬 因为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可是不久我就学习 可是我从做招待当面 我看到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是带着怎么样的心情来 有一些是先生走在前面 太太走在后面 可能我猜想他们刚才还没有出门的时候 他们像骂 有一些呢 他们跟你握手的时候 是冷冰冰的 好像说踩不就踩你的 所以我们 其实我们做招待可以学到很多很多宝贵的功课 可以关注他们的眼神 他们的body language 他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都知道 他大时候呢 他的心态 他在想什么 我们都 如果你是因为有经验的招待 你都知道 因为看透 对方呢 他是怎么样 所以 我们做招待的 让我们呢 不是行共办事 我们真的很认真的 每一次我们有聚位的时候呢 我们就以最热忱的 来招待 无论是新人旧人 我们说 弟兄姐妹 欢迎你 欢迎你 有些时候把他叫醒也是好的 可能他还没有睡醒 好 来 我们就看到呢 在旧约的时候呢 尼西米就是这样做 在12章46节 古时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呢 有歌唱的领掌 并用赞美和称谢神的诗歌 600年后 这是大卫过后的600年 那些感恩的歌曲呢 仍然的广为的流传 就又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是什么呢 就是要感谢上帝 我们来看 怎么说呢 123 感谢耶和华 因他美善 因他的慈爱 不朽就不存了 永远的长存 大家说 永远的长存 Amen 在圣经中出现了81事 感谢上帝 不是一件小事 告诉你旁边的人说 感谢不会是一个小事 那不是小事是什么呢 大事 刚刚他讲说 感谢是大事 感谢主 我们来看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 人际交往的常规 我们每一日的生活 都会与人 有沟通 有互动 我们都会碰到不同的人 感谢是人际交往的常规部分 我们通常对收到的最小帮助 也会说 谢谢 有吗 你们有说谢谢吗 你有说谢谢吗 你有谢谢爸爸妈妈吗 有 我们感谢餐厅的服务员 为我们倒满了水 或者我们感谢一个陌生人 走出这个大楼的时候 他在我们进入的时候 为我们开门 有吗 昨天 周中牧师说 他个人家 按这个钮开电梯 这个年轻人进出过后 踩都不踩他 你不要做这样 你要说谢谢 你学一下 跟你旁边的人说谢谢 OK 很好 非常好 对我们来 重要的是说 当当上店购物的时候 收款的人会感谢 有吗 每一次 有些他们就把手放在这边 有吗 这表示感谢 也许这是敷衍和强制性 对说这句话的人来说 是毫无意义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变成了好像机械人 行供办事 我们说 Thank you 可是我们的心 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我们说的话 要有爱的存在 那比如说 我们祝你美好的天 当结账的人 不感谢我们的时候 我以后不要来了 连句说些都没有 有吗 只有罗牧师这样 如果我们意识到 我们没有感谢某个人 这也是会困扰我们 如果我们是对自己 做得对的话 我们很抱歉 刚才人家为我做的这个事 有些时候 我们反省一下 他为我尽力这样的做 我们连谢谢都没有 所以感谢是一种态度 大家说感谢是一种态度 而不是一句空话 对了 态度是未传染的 看态度是未传染的 它需要一点的操念 但这是一个开始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新年一年 无论我们的生活如何 怎么样的困难 我们碰到怎么的挫折 你我都要学习 感恩 感谢 感激 只有两位姐妹说Amen而已 我再说一次 在这新的一年 我们大家要说感谢 要感激 要感恩 Amen 第三个就是说 人与神关系的一部分 感恩是我们与上帝关系的一部分 感恩不仅仅是上帝要求的 清单上的一些义务 我们同时要保持的态度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 所做的一切是我应得的 我们新加坡人 有这个问题的存在 甚至当政府给我们钱的时候 政府为我们做了很多的时候 我们还不满意 我不是BAP的人 他们没有委托我跟他们说好话 可是这是我的感受 就说到我们都把很多事情 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认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感谢的 无论是上帝 无论是我们的领袖 或是我们的牧师 或是甚至我们的太太 你应该做的 每天都为我准备下午饭 有吗 每个早餐你应该的 应该为我准备早餐 为什么今天没有早餐 我的早餐在哪里 你们笑了 太太应该说Amen 我们来看在圣经里面 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 第十到十四节的 两位仁兄 他们在上帝面前如何的祷告 我读第一节 你们读第二节好吗 一二三 所有两个人在上帝去祷告 一个是法利赛人 一个是税吏 我一个礼拜的禁食两次 凡我说到的 我都捐上十分益 我告诉你们 这人为家 却比那人导算为一 因为凡至高的 必将为 必自卑的 必生为高 我们发觉到这个法利赛人 他假装把自己想象中的 优越感 归功于上帝 甚至说 我感谢你上帝 我比这个人更好 有吗 有些时候 我们教会来得太久过后 我们就好像 以老买老 我们以为说 我是老基督徒 我做基督徒的时候 你都还没有出事 或是你在吃奶瓶而已 对吗 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 改变我们的思想 虽然是说些些 但你可以从 瑞利和法利赛人的祷告中 看到真正的感恩的态度 两个人都在说感谢的话 但都洋洋着 自喜的会道 而百姓中脱颖而出 上帝不为称赞 自夸耀 自己赞美自己的人 好 求主来帮助我们 来我们再看另一个小点 就是感恩与荣耀神 通过感恩 你我都能够荣耀神 我们来看 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 第十五节 经济姐们说 凡事都是为了你们 好叫恩为 因人多月发家增 感谢格外的显多 以致荣耀归于神 很清楚这个经济告诉我们 当你我学习感恩的时候 你我都能够荣耀神 上帝不需要我们感谢祂的作为 也不需要我们认可祂的行为 而感恩的需要 包含在我们存在这个理由 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你我通过感恩 能够荣耀神 你们听不清楚 我再说一下 通过感恩 你我能够荣耀神 Amen 感谢主 祂是值得我们感谢的 上帝也因此 能够得到荣耀 这是不是祂的目的 这节我间接的 对恩典的正常的反应 刚才我们听到两位姐妹的见证 她说神的恩典够我用 这是神的恩典 甚至我们的县世的崔明姐妹 也是说是神的恩典 的确的 我们无可否认这是神的恩典 信上感谢是恰棒的 即使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愉快的事 让我来举出一些例子 从这些例子当中 我们可以来学习 一个是从就业 感恩是牺牲的陷阱 第一个例子就是丹以礼 丹以礼六章第七节 就述说了丹以礼在巴比伦 为一个异教国王效率的故事 而国王在丹以礼的敌人的 丹以礼仍然地继续地祷告 我们来看一下丹以礼祷告的内容 丹以礼仍然地继续地祷告 丹以礼仍然地祷告 国王国亲父 其首都耶路撒冷成为废的区 正如耶利米的一言 没有在荧幕上 那耶利米先知怎么样说呢 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 为野狗的住处 也必使犹大的成语变为荒肠 无人君主 这是因着以色列人 他们不听从神的话 他们的繁荣的国家 繁荣的首都 完全地被敌人征负 变成一个废墟 而丹以礼为什么要面对 被征负的臣来表示感谢 是什么原因 因为在很久以前 神已经应许了 祂的子民 说这是我所选的地方 要成为一个神圣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生命记的第十二章 第十到十二节 你们读好吗 OK到我了 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的叛祭 平安祭十分取一支物的和手中的举志 并向耶和娃许愿向一切的美祭 都奉献到耶和娃尼 以神所拣选 为立为祂的名的君处 所以 丹以礼他记得这个历史 他知道的 这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 虽然他在困境当中 虽然他此刻是在异乡 他在敌人的管制下 但是他没有忘记了 神给他的子民的应许 所以当他在做这个选择当中 虽然是有冒着生命的危险 他仍然的朝向耶路撒冷 对准耶路撒冷 跪下 每日三次 我们真的要向他来学习 每日三次的在向着神来做祷告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大伟 应用时间我就简念的讲 我们知道大伟是神所爱的一位人 他是一位专心爱神的人 可是如果我们去研究 去发掘他整个生命的例子 他也是面对了很多很多的挑战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 我们的问题大 我要告诉你 大伟的问题更大 他面对什么问题 他的儿子安安 侵犯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 叫他玛 他玛的兄弟亚撒冷 策划并施暗杀 这个安娜 约家 直接违反大伟的命令 促使了亚撒冷 亚撒冷是大伟所爱的儿子 而大伟呢 因与已婚的妇女呢 别是吧 发生了不震荡的关系而犯罪 而大伟呢 过后策划了为他丈夫污吏 死并且成功 那由于大伟犯的罪呢 他与别是吧所爱的孩子呢 腰折 还有很多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能够再讲 那大伟过的是干渴的生活 可是如果我们打开诗篇 在150篇当中呢 诗篇充满了感谢神 至少56次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按照我们的情绪 只有在我们 非常高兴的时候 我们才感谢神 不不不 圣经不是这样的教导 圣经教导我们 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 我们学习的来感谢神 昨天 读中牧师也有跟我们分享 他说他举出月博的例子 他说月博 当他失去了这一切的时候 他还是感谢神 最后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耶稣为象征他自己死亡的 饼和杯来表示感谢 我们来看 路加福音的22章17到19节 他说 耶稣结果杯来注谢 你们拿了这 大家分来喝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这等到神的国道 他又拿起饼 做什么呢 注谢 大家说注谢 他只是要感激 为这个场合提供的食物吗 或者是为了他即将 富裕那顿饭的意思吗 补他自己的痛苦和死亡 耶稣怎么为 因知道这个饼和杯的意而感恩呢 因为他清楚地明白 在不久后 他将会走上十字架 他知道他就会面对 这个痛苦 可是他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还是感谢主 好 我们来到最后一点 告诉你旁边的人说 要结束了 那感恩与抱怨 你有没有送过别人礼物 但他没有感谢你 反而批评礼物 并抱怨送礼物者 我们刚刚庆祝圣诞了 有吗 你们有拿圣诞礼物吗 你的孩子拿到你的礼物 他高兴吗 哎呀妈妈 这不是我要的咧 有吗 那我们看到呢 不单单我们现代的人 以色列人也是一样 以色列人抱怨他们饿 当神给他们吃马纳 他们抱怨说 这不是埃及的 我们所要吃的好的食物 我们来看 出埃及记的十六章 第二至第三节 你们帮我读 我们要过年了 很多人都是煮火锅 最方便的 人来的时候 我们把肉 菜全部从冰箱拿出来 就可以煮了 又新鲜又好吃又热 对吗 如果是煮的话 等这个还没有来 那个还没有来 很麻烦 这时候呢 以色列人说 哎呀 每天都是马纳 马纳 马纳 今天又是马纳 明天又是马纳 拜山也是马纳 拜事也是马纳 拜物也是马纳 马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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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了 我要想围去埃及 吃那个火锅 可是他们却忘记了 当他们在埃及 吃火锅的时候 他们是在 过奴隶的生活 所以他们离开了埃及 但埃及却没有 离开了他们 这句话很有意思 这也描述了 我们基督徒 有些时候 我们信了主 可是世界的思想 世界的坏事 还是在我们的脑海当中 所以求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不单单只是我们 我们不要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 我们是要完全的改变 从头到尾都是好的 Amen Amen 尽管看起来可能非如此 但上帝永远不会按照你的方式 发送任何不利你的东西 为什么 有些时候我们求某一样东西 神没有给我们 我们很生气 说神啊 你对我不公平 神啊 你看你对那位姐妹 那位弟兄这样好 给他一位好的 我都得到不好的 因为神知道 我们能够应付 能够容量的是多少 好 我们来做一个结语了 所以从这几个 几个要点当中 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 就是说 感恩不仅仅是在吃大鱼大肉的时候 或许我们刚刚从旅行回来 哇 我们在国外我们玩得很高兴 哎呀 感谢主 那个风景这样的美 可是现在脚大围到新加坡了 明天要开学 明天要开工了 打围原形了 对吗 所以这是一种敬迁的生活方式 感恩是一种敬迁的生活方式 告诉你旁边有人说 感恩是一种敬迁生活的方式 很小声 很困难 所以一个感恩的心是上帝对他指明的旨意 可能你们说 2023年上帝要我做些什么 这是其中的一个吩咐 或者他的旨意 就是要我们感恩 我们来看诗篇100章的第三到第五节 我们检讨一下 刚才我们搭进来的时候 我们有感谢神吗 哎呀 希望今天罗牧师讲短一点 12点可以散就好了 现在12点半了还没有散 我们借着一个至高无上的挑战 永远感恩并要一切 我们看几个境界 我们就要结束了 与福所书第五章18到20节 123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那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 颂词 灵歌 彼此对说 扣唱心河的赞美主 凡是要奉我主耶稣的名说 常常感谢父神 Amen 我们会这样做吗 我们能做得到吗 耶稣怎么那样做呢 常常喜悦并感谢 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指示 最后一个经节 赤萨格 äche Frohню 前书五章16到18节 保罗之书给 特萨格 我要你明白 当我们在读这个听节的时候 我们只是读它的字面 如果你去查考当时 然后贴撒罗尼加的教会 他们面对极大的逼迫 因着他们信主 他受到那些不信主的人的逼迫 可是神通过保罗 还是这样的告诉当地的人说 要常常喜乐 不助祷告 凡事感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Amen 上帝不希望我们只在事情 进展顺利的时候才感恩 祂希望我们能够提升自己 在这新的一年 更具挑战的层面 任何的情况下都要感谢 感恩以上一切事物都能够找到安慰 抱怨找不到安慰 让我们享受在这个佳节 对吗 我们再过三个礼拜 就要过农丽新年了 大家都忙着预备农丽新年了 可能你说 罗牧师我要申请假期了 享受你和家人的团契 享受美食并对这一切新 存感恩 所以不要让乌云 毁掉你生活中最美的食物 让我们大家以感恩的心 来迈进2023年 Amen Am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